范蒂冈电台训 教宗范基各5月13日在圣马尔达之家主持《清晨弥撒》 当天礼仪所选的两篇读经向我们展示了两组人 第一篇读经谈到由于迫害而四散的人 他们带着福音种子四散各处将福音带到各地 教宗说这些人任由圣神带领顺从圣神 一件事随着另一件事而来 最后他们向所有人敞开了门 福音为我们介绍的第二组人 是那些在圣殿内将耶稣团团围住的法学士 教宗说耶稣总是很难与他们相处 因为他们永远无法搞明白 在同一件事上翻来覆去 认为宗教仅仅是思想和法律 这些人没有心没有爱与美 没有和谐 他们只想要解释 这些人不向圣神敞开心灵 他们认为即使是天主的事 也只可以用头脑来理解 教宗最后说 让我们向上主祈求顺从圣神的恩典 愿圣神帮助我们抵挡自负 骄傲 傲慢 向圣神关闭心灵的恶神